第一站先前往蓝染工坊 阿波蓝染在德岛很有名 可以发挥创意 染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小物带回家啰 我现在要开始做蓝染体验 超多样式了要学买的 还会准备围裙跟手套 超贴心 如果真的不小心染到手的话 不用担心 以下就可以洗掉咯 完成 这里呢就是蓝染工坊 然后你肚子饿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隔壁这间 茶坊 走到隔壁立马就是餐厅啰 带你们去吃德岛的名餐 日月维日大楼 美马市场的柚子 沙瓦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安樂寺 安樂寺是兩層紅色建築 而這個區域有許多佛教寺廟 形成一個稱為寺庭的小鎮喔 哇 一進來 花已經盛開了 好漂亮喔 超級壯觀的 這裡是德島必來的地方 ナルタキです Nugamaです 哇 太有魄力了吧 超... 感覺很像... 假的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看的ナルタキ的全帽 超級長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邊 這下面竟然還有那麼長耶 2つの街並 卯建街道 是位於美馬市的一個重要傳統建築物保存地區 這裡的民房主要建於明治時代 最古老的建築建於江戶時代 而在這個建築的屋頂兩側呢 大多可以見到卯建 是日本傳統特色的裝置喔 卯建是位於街道上 店面建築設置於屋頂兩側的防火牆 但由於需要花費額外的建築費用 在關西地區逐漸發展為展現財力的建築物 現存的卯建大約有50個 是現在日本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喔 而且上面還有可愛的鬼瓦喔 鬼瓦啦 超級的 它的色素感有點重 開動吧 超級的匂い 什麼匂い呢 有點像酒精 有點藥味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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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醫療 醫療 有點像藥的味道 超級的 日記 我覺得這個 可以照相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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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屋是一個竹子手工藝品店 有阿波民工稱號的滕澤先生 就是這裡的店長 據說這個竹人形是滕澤先生的興趣 後來發展成這裡的特產喔 每個竹人形都有不同的表情呢 他這邊也可以做竹人形的體驗 可以做紀念帶回家 哇 幾乎熱 對 熱 熱 他這邊也可以做竹人形的體驗 可以做紀念帶回家 如果要買現成就可以 就是一千塊 今天呢 就是我們要住的地方 然後這次住的地方很特別 就是農家民宿 Yuzunosato Izumi 想體驗日本生活 這裡是很棒的住宿選擇喔 還有暖桌跟圍爐禮 這裡的房東媽媽非常好客 她會準備超多好吃的鄉土手做料理喔 還會跟你一起聊天喔 好嗎 有呢 我來看嗎 我們要做什麼 快,冲了银子 快,冲了银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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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了银子 一起 我是老晚安